2014亚洲大学男子篮球锦标赛3号开打 中华台北首场赛事急退澳门队拿下首胜 4号下午对上蒙古队球员赛前做好热身准备 希望能再延续昨天的威力拿下第二胜 而赛德克族的邱金龙跟泰亚族的吴家军都认为 防守跟卡位的动作很重要 身高可能跟我们差不多 可是他们的篮板意识就比我们其他队还要强 所以我们可能要做好卡位的工作这样 所以我们可能在篮板的卡位啊 防守队位上面会再更积极一点 不过中华台北上半场频频失误 最后蒙古队以41比23暂时领先中华台北 亚洲大学男子篮球锦标预赛 7支球队将有4队成绩最好的进入决赛 另外3支队伍在争取5到7名 虽然下半场的比数拉近 但中场中华台北还是不敌来势凶凶的蒙古队 以66比73输给蒙古队 不过球员不气馁 5号队上中国队会再接再厉 拿出最佳的状态硬赛 接着古苗未导树台北市 采访报导